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苏联俱为您呈现的水源视频 现在一直都留心用手拿着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个烟锅是我收到的烟锅当中最奇特的一个 竟然是这样子的,所以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抽一下这个金装的阿拉法赫 这个金装阿拉法赫盒子摸起来相当的手感 然后我们用的是这个椰核碳 然后用我们这个推荐热销的快卡的壶 然后配上了这一个防尘的硅胶管 然后手柄也是特别长 大家看,这个烟锅已经放好了 你看这个烟锅,黄色的 我聚焦一下 你看,黄色的 黄色的烟料 然后你看这个包装,我觉得这个包装好帅 然后这个盒子也是一条一条的盒子 是一样的材质 就摸起来有点毛毛的,很有质感 然后我们开始开抽了 大家好,你看 哎呀,好吧,就不废话了 你看这个锡子已经包好了 然后这个炭呢 我这个炭大概烧了有十几二十分钟了 这个时候这个炭呢给人的感觉 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它裂的那一块了 就它的缺点已经没有了 剩下的全部都是优点 你看,很红 就是热量很足 刚刚把我的炭价给烤熔了 我炒 太猛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几口了 哎呀,我发现了 这个金庄的这个薄荷味 薄荷的 就是说没有那么的清凉 但是可能跟烟锅有关 但是它的味道 我感觉好像没有了 阿尔法赫烟料的那种味道 就是不太好的那种味道 好像没有了 就是大家抽到烟料抽到后面 都会发现 阿尔法赫烟料全部都有那种味 但是好像这个很淡 可能跟它黄色的这个烟料有关 哎,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这烟料 当然这个烟锅也是很特别 我这个,你看 你不要看这个烟锅小哦 这个放的烟料可能有一半多 然后这样的效果会导致什么呢 这一锅可能能抽四五个小时 我操 这锅有可能配克劳克 配那个网砖的那种炭格造起来的 哎,可能效果更好 哎,我觉得这金庄的这个烟料 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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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我抽的是没啥意思 感觉差不多 但是薄荷 还有草莓菊 这些 哎,我要试一下感觉不一样 还有啊,我们强烈建议 呃,因为有一些客户给我们反馈的意见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碳 他这个湖啊 抽了抽多口味以后啊 他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串位 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 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前提下啊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买很多烟 烟锅 然后每一个烟锅抽一种味道 这样会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建议呢 就是什么呢 酒吧啊 可以多买一点烟锅 第一,它容易坏 第二呢 你可以提前把烟料 你可以 你可以提前把烟料 事先先全部做好 做好以后啊 放起来 或者放在冰箱里面 客人要点的时候 马上拿出来 放上碳 用吹风机 用吸烟器 吹一下 效果好了以后 马上就送到客人的手上 然后你的皱红速度又会更快 哦,对吧 我把烟 我把这个碳啊 放在正中间了 我试了一下 感觉效果更好 这个可能跟这个烟锅的特殊结构有关 这种结构可能放甜甜圈 可能效果会更好 好,我们最后几秒再试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苏联就为您呈现的水平视频 拜拜,再见